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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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們小六來了 下定決心了 對啊 要賣了 因為行車到了 行車到了 行車到給人家了是不是 對對對 行車到了 不賣不行了 這個時候呢 車行就要 趁機有沒有 把鞋一下 都已經是韭菜還要再鞋 哇 這樣我推很大 該不會上次27 現在變17 對 反正知道缺錢了嘛 有沒有 韭菜中的霸主 還是韭菜 對啊 我跟你講這個27萬 也不用估了啦 好不好 我這個一邊是友情 一邊是愛情 沒有愛情啦 這個里外不是人 對不對 要跟他殺 身為朋友又痛苦 不如這樣好了啦 我有一個朋友 最近成立了一個新網站 那我其實是蠻支持他的 那我可以引見你們認識一下 你可以去評估一下 這27我再看一看扣一扣 可能也許25啊之類的 那我是覺得說 他那個網站實在是 讓我又愛又恨 怎麼說 他那個網站成立起來 以後就變成消費者對消費者 他去中介 他有點像你的類似競爭 但是又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他是中介 他是為了要讓賣方 賣更好的價錢 買方買更便宜的價錢 然後取得中間點這樣 但是我是覺得為什麼 我還是要推薦你去那邊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中股車未來的趨勢 我小失有一天 對不對 將會離開這個業界 離開這個人事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好的東西呢 要幫他推廣一下 我沒有入股喔 我是真的嗎 沒有股東沒有股東 還是你是持有51%的股份 沒有不可能 要也是只有49%而已 沒有啦 真的一毛錢都沒有股東 可是我真的覺得說 他這個東西呢 在二手車市場 或是在未來的汽車市場 我覺得是一個新的模式 而且是對消費者有利的 所以我覺得呢 你也是朋友 一方面又可以 讓你賣更好的價錢 那我覺得就 推薦你去試看看好了 好 走啦 我們大家去車顧問看一下好了 好走走 嗨 嗨 可以介紹一下 這是我的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 還是你的股東 沒有沒有 一股都沒有啊 只有屁股而已 哈哈哈哈 他一台那個Focus 柴油的 再麻煩你們幫他評估一下 好沒問題 交給我們 鑑定報告書做一下 讓他吃到他的車 其實沒他想像的那麼好 沒有 讓我 您複習是割韭菜 您複習割韭菜 韭菜中的霸主 還是韭菜 那就再麻煩 葛宇斯和Wincent 交給你們了 好我客人帶到了 好 紅包記得包過來 沒有啦沒有 你們自己處理啦 兩邊都是朋友 好處理 嗨小六 那我現在先跟你介紹一下 我們的一個服務的模式 跟他的一個流程 基本上我們主要就是 幫助客人做自售車的販售 因為其實太多的人沒有時間 我不知道怎麼賣 所以我們會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叫做委託自售 其實他的方式會有點像 就是類似你把想像成房仲 只是我們賣的東西是車子 那等於就是說 你把車子委託給我們 那我們會全程的幫你做 整個車子的販售 那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就是 我們會先幫你做 車子的一個完整的一個檢驗 包含從外觀 內裝 引擎 底盤 所有東西會做完全徹底的檢驗 確認好這台車是沒有問題 符合我們的販售的規則 不是重大事故車 不是泡水車 不是營業用車 那我們就會幫你做後續的 開照文案撰寫 然後幫你上架到我們的官網 這樣子的話就是會有一個 完整一個車輛的一個資訊 這樣這邊 那委託販售之後 就是有客人來探車 我們會負責幫忙的帶看 或者是試車 那你這邊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我們車子受註之後 會需要跟客人來做個簽約 那簽約完之後 其實後面的過戶交車 也都全部由你來負責 你只要在家來等 車子的款項會到你的帳戶員來 那這個委託的方式是比較適合 就是像你現在有新車了 你可能不需要用車 那車子就可以留在我們這邊 那如果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可能有的人 他還是有用車的需求 那我們就會建議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自售方式 那前面也是一樣檢驗 檢驗完之後呢 一樣放在官網上面 但是上面會留下你的一些聯絡的方式 那客人看到 如果想要約看車 那就直接跟你聯繫 後面的部分 我們就沒有辦法帶你 因為畢竟車子 留在我們這邊的一個用意 是因為我們必須確保說 車子的狀況跟我們檢驗出來的狀況是相同的 不會有太大的一些差異 那接下來等一下我們就會去外面 尋一下你的車子 那詳細的車輛檢驗 我們會後面再做 那我們先出去看一下 好 沒問題 那待會呢 我會先看一下你的車身還有引擎號碼 然後我們再稍微尋一下整個 車子外觀的部分 那你的車身號碼 你的行銷是 G 然後再來是引擎號碼 通常只有國產車才會有引擎號碼 進口車來說 國外認為引擎是可以換的 當然不會有引擎號碼 然後福特又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牌子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它的引擎號碼 通常都藏得很隱密 是 不是在引擎上嗎 在引擎上 但是號碼都是在一些比較不容易看到的部分 是 所以我需要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才看得到 喔 馬上看到了 看到沒 G 所以你的引擎號碼也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那我們來看一下你車身的部分 外觀的話 就像你上次跟小師說的 是 兩個位置的比較大的傷 這個洞不知道是被什麼東西打到 應該是有點撞到 才會凹進去破掉 是 因為你這邊其實都有一些傷痕 來我做一下拍照 好的 我們有這個比例尺 看起來就是拍上去照片之後就會 看的人就會比較知道說這個傷痕大概有多大 然後你上次說過你右側這邊有受過傷 在右後葉子板跟右後車門的位置 反正我們到時候幫你車子整理的時候 如果可以處理的 我們都會幫你處理一下 大型可能讓車子就是比較漂亮一些 是 這是我們初步的一個車況檢驗表 剛剛都幫你核對的引擎號碼 車號碼的里程 這些都是正常的都沒有問題 刮傷我們剛剛也都稍微拍了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待會談合約的時候 會一起當成是合約裡面的附件 是 確保說當初你車子交給我們的時候 是這樣子一個狀況 剛好你今天有空在這邊 其實我們通常我們在做 212輛檢驗的時候 都是我們自己在做 但是我覺得你剛好買新車 其實你可以了解一下車漆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這個就是使用漆摩魚去幫你整個車子去做全部的一個賞 通常我們在量漆面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會先量車頂 因為車頂是最不容易 不容易傷到的地方 最不容易去烤漆的地方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用車頂這邊來做基準 所以這邊看一下 好你這邊108 正常大概都80到100左右 每天都不太一樣 看你這邊都是圓漆沒問題 137 137稍微高一點 可能多個50% 那大概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烤漆而已 166 然後來看下面 這邊就比較厚了 53 500多 500多 144 那表示它有過補土 我們每一塊板件我們都會量多點 這樣就比較不會去漏掉 它可能烤局部我們沒發現 然後我們來看前面 106 又大概100左右 這就是原本正常的數值範圍 102 120 所以這一塊完全就是圓漆的部分 116 119 123 OK 也都全部在正常圓漆的範圍裡面 然後你說左邊也都沒有出過4 123 124 125 OK 這邊一塊塊都沒有問題 都是圓漆 120 125 116 123 127 124 OK 所以你整個車就是這兩片 有做過烤漆跟板漆的處理 其他的部分都是圓漆的部分 那這個就會幫你注記在整個車輛外觀檢查表上面 好的 讓大家知道這兩片有烤過 其他都是圓漆 但畢竟有些小傷痕就沒辦法 OK好那大概就這樣 好小悠我們剛剛已經看完你的車子了 你現在的車子就是其實可能外觀稍微有一些傷痕以外 對 其他沒有太大的一些問題 那對於你車子的部分 你有沒有想要說你想要賣多少錢 其實當初我來小車這邊 他跟我說 好像最後開價是27 對不對 然後他建議我說你不要啦不要賣給我啦 你去自售可能會賣比較高一點 對那他說大概在30到32萬之間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好然後我跟你分析一下 就是我們像我們客人來諮詢的話 其實他當然每個人有自己心中一個理想的價格 但是我們也會根據市場的一些狀況去給客戶售價的一些建議 基本上呢我們的售價會參考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權威車訊 權威車訊大家知道中國車上都會看 那他上面的價格是30萬 但是這不是表示是市場 主要這個是給銀行見價用的 那30萬只是貸款的一個金額 那當然可能行情一定會高於30萬 那第二個我們會看這個拍賣場的一個價格 其實柴油現在車子比較少 所以我們看最近的拍賣場其實只有一台 那他的年份其實跟你很像 也是2016年6月 跟你只差兩個月而已 里程數是9萬跟你也差不多 但是呢因為他是五門的 拍賣的成交價格是26萬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小事跟你其實本來爆高的 對不對 所以簡單說他26萬是車商買回去的一個價格 那可能維修抓個大概三四萬好了 那賣出去他可能也會賣到大概 35萬到36萬之間之類的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會看 還是用比較實價的方式 他不會有這些價格不實的一些狀況 那這邊有一台2017年五門的 他是賣48萬 那也是2016的 那這邊有一台2016五門的 他是賣38.8萬 所以差不多就是在這個價格之間 根據這些東西因為我們是自售車 不像車商可能會把車子整理好 那只要車子沒有太大的問題 其實通常會在車商收購價 跟大概市場取個平衡點 所以你剛剛說大概賣30到32萬 我覺得其實是差不多的一個距離 初步我們會建議你可以賣在32萬 8左右 但是這是一個初步的一個狀況 但是實際呢可能還要看一下到時候 實際檢驗完之後 如果說你車子還是可能有一些毛病 我們看出來可能有些要更換部分的話 那可能還是會需要做一下價格上面的一個調整 這樣子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再跟你說明一下我們的合約的部分 沒有問題 我們的合約其實有分成資本或者是電子兩種 那這邊基本上我都已經先幫你填好了 那我們所有的合約在我們官網上面其實都看得到 我們不怕別人去看我們的合約 因為我們合約其實都是算是公平公開為一個基礎 如果你有疑慮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因為需要你的簽名 所以要麻煩你幫我簽名 你方便用你的手機幫我掃一下這個條碼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手機上簽名 真是方便 好 你簽名就一次推在這邊 那通常我們在車輛上架檢驗的時候 會有6000塊的一個上架檢測費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市營運期間 我們上架檢測費其實不收的 我們希望推廣這個平台 讓大家來知道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有一個成交的一個服務費的抽成 對於賣家我們是抽5% 但是因為也是市營運期間 所以我們就現在又帶3%的一個服務費 那其他的部分你就沒有任何的費用的支出 除了可能在辦理過戶的時候 監理的一些相關費用 那今天你手收多少錢 我們就跟你收多少錢 我們不會收其他的費用 那車子呢你交給我們之後 除非客人去試駕 不然我們不會擅自把你的車子開出去門吃 全部買賣都結束之後 我們會在7天之內這樣所有 應該交給你的車子的款項 會到你的帳簿裡面去 那這樣整個流程就完成了 接下來那就交給我們 好 沒有問題 就是精神的幫你把你的車子賣掉 好 非常感謝 不會 謝謝你 謝謝 好 我們檢查完外觀之後 我們第二個步驟就是檢查內裝的部分 那內裝的部分 就是所有的一些燈號的一些正常 是不是有亮 或是不正常的熄滅 我們都會在這邊做測試 所有的燈號都足以一的檢視 是不是有作用 冷氣的部分我們會看一下 它的葉片有沒有斷裂 是不是都可以正常出風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冷氣的溫度表 然後冷氣每一個的出風 是不是都正常 那座椅的話 我們也會檢查一下 如果說是皮椅的話 看就看它有沒有一些破損啊 或者是一些髒污的部分 但是因為小六這台車是布椅 那我們一樣看一下 好 因為可以發現 它有一些破掉的地方 那我們就會把它拍照起來 這樣大家看檢驗報告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哪邊有問題 然後防水條的部分 我們會看一下 是不是都正常 順便也可以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過一些焊接的痕跡 我補充一下喔 就是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也會看那個漆面 有時候啊 有些比較費工的師傅 他在做假的時候 他趁這個漆還沒乾 他就會用原子比較遠 等一下看起來像假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用 鏡子去看裡面的顏色 去判斷 所以我們通常會看一下 裡面是不是有 相對的也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痕跡 那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沒有問題 沒有動作 內裝之後 我們就會來檢查引擎室的部分 那引擎室的部分 主要就是看一些 各種的一些接頭 一些管線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有硬化 或者是有洩漏的一些狀況發生 像它這邊這個PC Vita 有漏油 我們就會把它記錄起來 但是因為我們只 屬於是靜態的查驗 我們不會去拆任何的零件 所以我們只會登記說這個地方有漏油 但是實際上 從哪裡漏出來 可能就還要讓之後的車主 再去車廠做一些檢查的部分 然後這邊的話 它這邊也有油脂噴灑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油脂噴灑估計 應該是從它下面陰角破裂 然後讓油噴出來 漸的這邊都是 然後整個的管線 會看一下有沒有漏出來 或者是漏水的一個狀況 然後會進行油脂的一些檢測 已經亮到紅燈了 表示它這個煞車油 其實含水度已經很高了 所以這個煞車油就必須要更換 不然會有一些危險的問題 另外針對一些比較隱密的部分 我們就會用內視鏡來看一下 因為這邊有漏油 看它可能漏到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等一下我們架起來看下面的時候 就看相對的地方 是不是一樣有這樣的一個漏油的一個情形 然後輪胎的話 我們會檢查整個輪胎的一個規格 像這一條的話 它就規格205 60 16吋 它這台跳比較舊是2016年7月 所以其實雖然可能深度還OK 但是因為年限有點久了 應該會要換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胎穩只有大概3厘米左右 因為台灣法規的規定是 不可以低於1.6厘米 所以它3的話其實可以準備換 但是因為它的時間比較久了 已經是7年的胎了 正常來說輪胎大概5年到6年 就會開始有點老化 所以還是換掉會比較安全 然後我們煞車的部分 我們也會量測一下它煞車 來臨片的一個厚度 那現在它的煞車來臨片 大概還有4厘米左右 但是通行大概3左右 我們就會建議一下 跟胎穩比較安全一點 引擎室的部分其實就是一樣 看它下面有沒有油撩洩漏的一些痕跡 所以有些洩漏 那有可能就是從上面滴滴下來 但實際上還是要去查驗才知道 然後像是一些防塵套 都會看一下是不是有破裂 因為有些它遮起來的地方 我們可能需要用一些工具 去看它的量有沒有傷到 因為有些是包起來的 其實它們修復 如果有時候撞到這邊 它要修復 它就會有點悄悄答答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一些工具 想辦法它受傷 想要蓋起來的地方把它找出來 你外面都可以弄得很平的 但是裡面你沒辦法弄得很平的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看不會看同一個部位 我們會從上面這樣掃下來 比如說這個防塵套還沒有破 不要離他欠沒 好的 其實有時候理盤一陰 就是不外物是離他欠嗎 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要去找聲音 但是因為我們是靜態的 所以我們通常還是只是用外觀 去判斷它的狀況 基本上我們檢查的時候 我們會先從外觀整個掃過一遍 然後我們再組一一項一項再去去看 哪裡會有問題 然後我們把問題找出來 其實這樣做的目的是第一個 除了是車礦 將車賣給新車主的時候 我們會做個車輛 準備建議表給新的車主 讓他們在接手這台車的時候 可以更快速的 找他們認識的保養廠 來做保養或維修 這個就是我們跟別的 一般的自售車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一般的自售車你去買 那它就跟你說 通常我們說 車礦很好啊 可是它並沒有做這樣的檢測 所以我們就是把哪裡的狀況 我們就如實地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你在買我們的車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說這車礦怎麼樣 那車不可能不會壞 車一定有它的問題在 那我們是把問題先預先出來 你就更有能掌握這台車的車礦 今天來看一下 它那個小六那台的錶 我也蠻好奇的 他們這個新興的網站在搞什麼鬼 最上面它就是一些基本的資料 里程數 玻璃的 玻璃序號也會檢查 玻璃序號也會檢查一下 主要就是看它玻璃的年份 跟它車子的年份實質有相合 然後全車的 哇全車漆模仪全打耶 目前看起來好像只有右後車門 只有右後車這邊卡過漆 還有後右面的葉子板 其他都是遠漆 這邊有車輛外觀說明對不對 車頭保桿右下方有稍微有破裂 車頭保桿下方黑色塑膠件有斷裂 欸這個都寫出來喔 這樣誰要給你們賣車啊 剛剛我車開來這邊被你們尿 不過這個對想買車的消費者就是好事 所以你們是要做一個第三方的一個公正就對了 不能偏袒賣方也不能偏袒買方 對我們其實簡直就是說 把車子最原始最真實的狀況 反映出來 對那這樣相對來說消費者到時候他也不會有一些 就是欸可能當初看沒有 但是我買的時候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反正就是盡量清楚啦 然後盡量節省大家時間啦 其實說實在的話你也不能直接在上面買嘛 你還是要來現場看車 對還是要進場 所以只是說在前製作業我們做的比較詳細一點 你看一看覺得不行就不用浪費時間去看 然後什麼喇叭中控哇媽這麼清楚喔 欸啊但還是我們以後我們乾脆我們也來用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打敗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不一樣的啦 如果我們自己做這個表就是我們自己做的 求憑求證都是我的人 那也不行啦 他們才是第三方 所以他們做這個表才有公信力啊 然後什麼有壓頂桿嗎有喔 有夠多人啊這個大家有機會自己加會員去看 聽說他會員才看得到 對加會員喔 比較詳細的 那當然要加入會員才可以解鎖更多嘛 加裝的配備也會有 對他自己如果有壓會我們會 有特別的 對會順便收納上去 它是什麼機件喔 方向盤方向機 手煞車的行程 連手煞車行程都有喔 對還是會稍微測 換檔撥片入檔 再來電瓶機油量 右側引擎玻璃 你連引擎腳都幫他看好了喔 提醒要買的人你回去可能要準備這個錢 對 這有一個注意PVC法漏油 對 PVC掉的時候 導致就是從上面漏到下面這樣子 這個我說實在 那如果一般消費者啊 他覺得說PVC法漏油 我不清楚說我買回去要花多少錢 處理這個東西 你們會給他建議嗎 因為我們只是就是查驗哪裡有漏油 但是它是哪一個地方造成的 我們沒有辦法去判定 所以我們通常有這些漏油 我們就會建議 看到寫出來 對對對 還有輪胎 輪胎都被寫了 深度有用尺去量 這個才有一個說服力 要有一個數值出來 看這項目太多了吧 總共212項 212項 200多項 這樣坐完一台車很久 而且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 這應該是我進入這個行業以來到現在 看過項目最清楚 我覺得它比起所謂的那種德國萊茵 還有其他的認證來講的話 我覺得好一個地方就是 它連同這些基建都有很清楚的寫出來 某一些單位是真的第三方 它可能也是頂多著重在於 有沒有事故泡水這個部分 基建內外裝這個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一個最清楚的一個版本 我目前看到 坦白說這也是我當初聽到他們創辦人來找我 那我會支持他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你要做真的 不要打假球 你要賣又要給人家鑑定 那他說他們只是其中一個平台 不站在買方跟賣方任何一邊 我覺得這個就對我來講 我就比較聽得下去 那第二個 他們的這些檢測項目也是做真的 確實 我覺得透明對買賣方其實都是有好處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 就可以加入會員一下解鎖看更多 雖然我這樣講不太好 就算來這邊寄賣沒賣掉 拿個鑑定表回去也蠻爽 欸是多少錢啊 我們上架跟檢測是6000塊 委託的話如果說只是檢驗 然後放到官網 然後自己自售的話是4000塊 但是我們現在赤雲營期間 就是委託翻賣 我們是不收這6000塊 所以就是免費 免費檢測 現在是免費檢測 那你要賺錢 那來 要做這個就沒什麼消了 好啦那這個有興趣呢 大家去看一下 我是覺得 我這樣看一下內容是蠻詳細的啦 可能啦我目前 也把他們視為一個可敬的對手 好不好 但我覺得其實還是再聲明一次 我覺得其實是不衝突的 我們小試汽車 講求的是 你就跟小試買 是為了要享受到小試的服務 那他們這邊講求的是 站在消費者買賣的立場 的中間點 讓賣方可以賣高於 他賣給車上的價格 讓買方可以買低於 在車上買的價格 取得一個平衡點 剛好藉由這次小六的機會 讓我也可以來一虧究竟說 然後他們這個表到底是什麼 利用這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車顧問在搞什麼東西 那有興趣觀眾朋友 自己去他的網站 註冊會員不用錢 看一下這個表做得有多清楚 不是我隨便講一講的 好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下週見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Car Agent 專賣您的好車 大家好 我們是專賣你好車的車顧問 我是Wincent 我是柯里斯 我們接下來陸陸續有很多好車會上架 請他持續的關注我們 現在我們在試營運期間 不管是買方或者是賣方 都有非常多的優惠的活動 如果你想要自己賣車 或者是有想要買車的需求 都歡迎到我們官網來看看 是不是有適合你的車輛 來 官網會在這裡 QR Code會在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